不满提案成立815大潭电厂跳电事件 调阅委员会的表决没过 立法院国民党团高举标语抗议 认为政府必须把这一次停电的原因调查清楚 也要离清目前被载容量到底够不够用 因为已经有产业因停电危机暂缓投资 牵涉到重大国安危机 这比其他的议题都更重要 民进党团则回应 临时会依法是不可以组成调阅委员会的 希望在即将开议的下会期再讨论 规定的非常清楚 调阅委员会的成立 必须在会期当中 所以在临时会依据执权新制法 是没有办法成立调阅委员会的 那我们也希望在会期马上开始 我们可以针对这件事情来充分的讨论 目前根据院会表决决议 21号行政院长林全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 并被执询 各党团执询时间各一个小时 顺序国民党党团优先 再来依据是民进党 亲民党 时代力量党团 而之后开放自由登记发言的委员 每位发言时间12分钟 并且要在当天会议时间内 全部执询完毕为止 接着喜故乌六立法院采访报道